我是晨慧 我是住宇座 也沒有什麼優勢的 就是 不會遲到 早睡早起 然後 因為我們這一次有四個人 都是住宇座 所以 都還蠻順利的 把我逼瘋 就是意外 或驚喜 對 因為我是一個人是很喜歡 按部就班 我不喜歡突然有一個什麼 驚喜 或是有一個什麼 意外 這樣子 說不定你一個人被流放 我們是什麼口味 也無所謂的 真的假的 那你被流放吧 幫我拋棄了 就譬如說 今天天氣 他明明說整天都會是 下雨好了 假設 沒想到他一整天 一滴雨都沒有下 可是我穿的雨衣跟雨期中 應該是算細節控吧 就是我們幾點要到哪裡啊 我們要做什麼啊 東西都準備好了嗎 大概是這種感覺 飆車 飆車 蛤 飆車的意思是 抱走 一言不合就 這樣子啊 這樣子啊 是這個意思嗎 這我真的聽不懂了 是什麼意思啊 說叫 好亂 我啊 我不講 我不開黃腔的 飆車 哦有這個說法 就譬如說有人開黃腔 就誒你又飆車了 這種感覺 我一般是在車上 誒你又飆車了 哦 哦我不喜歡飆車 我都開滿滿的 對 對 對 哈少東有幾個嘉賓 你覺得誰的老陸最清潔 什麼老陸 哦 腦陸啊 哦腦陸啊 最清晰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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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清晰 我很清晰 好 那你覺得這幾個女家 叮噹 為什麼誰對野莫啊 野莫啊 江江吧 對 江蘇雲啊 因為她在 四個女生裡面 她年紀是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 沒有也沒有很大 那 誰對小公主 哪吒 因為她就是很 哎呀好髒啊 就是好像很怕曬黑 然後就一直噴東西 就比如說我們去沙漠 她穿起來就是 好像公主出裙的感覺 對 可是是好看的 是 是 是好的方向 對 耶 還好耶 不太 我不太會跟人家一直 說 哎 嗯 對 應該還好 應該還好 那你最喜歡聽到女生 誇你什麼 誇我什麼 不要不要 什麼都不要講最好 我很怕別人 突然來對你說 你很怎麼樣 你很怎麼樣 那我 對啊 我不太 不喜歡 如果遇到喜歡的人 會有什麼方式 引起對方的負面 我是一個想求緣分的人 所以我不會太刻意 就還是 我會以被動居多 那如果和女朋友逛街 結果她的高輪結算了 那你會怎麼樣 你買一雙球鞋給她 嗯 那沒有買不想 就可以扶在街邊也一萬 但是商訪還好看 就坐計程車去買她 那你也沒有計程車耶 那怎麼辦 對不對 我幫你問了 也沒有計程車 那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逛街 逛街你還穿到溫血 對不對 那我出發前就會自止大家 這樣 三年後啊 三年後我幾歲啊 哇 三十一 三七啊 三七二十一 不好笑 三七 三八 三九 耶 耶 耶的原因是 因為還沒事實這樣 八零後來稱自己為大叔 那我其實不是要稱我自己為叔叔呢 好 說完了